加湾部落因为住家离高压电塔相当的境 影响村民的生活品质以及安全 为了解决村民的生活居住 立法委员吴立华国会办公室团队 24号下午前往加湾社区与台电公司进行协调 希望还给村民一处安全的居家环境 加湾部落的居民们住家后面就是高压电塔 曾经多年可以说是苦无下文 经过立委吴立华曾经之后 也是说村民们的诉求 会会会台风圈这边就开始那个三五花了 三五花以前就这样叫支付车 把支付车就说那个没事 他都只是一说打下来 没有他的浮射稍微高 浮射稍微高了一点这样子 会感觉会不会他会被掉下来 就是倒塌什么的 然后后面后面也是会有那种土石流什么的 会不会用到他会不会倒下来这样 然后就爸妈也是在说啊 就是会那个危害身体健康什么不舍什么的啊 老人家都是这样说嘛会很担心 金美村金之雄相当感谢地位乌立华国会办公室前来协助 那经过到乌立华助理也在现场 一些部落会议主席 一些乡公所的科长来会看 那我们之前都在家民那里一直提到他们都没至上谁都没有通过 卡在我们这边金美村包含山站加湾沿路到秀陵 那现在台电公司也有进来 希望台电不要一直为了一个村影响到我们这个环境 这位乌立华国会法案助理曾巧琪表示 这次经过村长曾经人和台电沟通习倒臭 也提出这次回看的结论 第一个部分就是针对金美这个电台 因为有居民居民有非常多疑虑 那今天现场做的说明之外 也测了他的那个电的频率 然后另外我们就是要求说 像一些立即可以改善的 比如说用涂料去做一个绝缘的效果 让那个电台的爱子不要发出那个 居民可能会恐惧的这个声响之外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初步要请台电即刻处理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目前台电针对从花莲市到太鲁阁沿线 这些部落附近的电台 其实有整个线路要往后迁移离部落远一点的一个这个规划 那甚至有的地方其实都已经放置好基座 那我们是希望说 当然今天的这一座电台也在他们预计要迁移的目标之中 那我们是希望说赶快启动 至少是整个要被这个新的规划工程可能会牵涉到的部落 赶快去举办一个说明会 让部落了解有一个这样的工程规划 那如果比较没有问题的部落可以进行资商同意的部分 就赶快去办理 六位乌立华花莲服务处助理高明里表示 江湖村民们成绩的案件经过了许多年 今天终于找出解决的方法了 而这次服务团队则是全力协助村民们的诉求 让高压电台能够迁移到山上 还给村民们住的安全能够得以保障 记得终于喜欢我们的老